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酒店管理学院 你大学是在中国读的 对 你已经毕业了 对 那你毕业在中国有工作吗 那一年好像还有国家分配嘛 我们师范类的 那你就是教书的 对 在中学学生物 教生物 咱俩有点像 我也师范毕业的 但我是教音乐的 我是教初中的音乐 你是在初中还是高中 那时候是初中 教生物 对 我觉得就像咱们父母的眼里的传统认为 这种工作是铁饭碗 一个女生在中学教书 多好的工作 那你干嘛要出国啊 你比我的思想活跃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想着我要去出国 我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想法 我就是想着就是往北京走 是不是因为福建人出来的多 也并不是 其实我的叛逆期来的比较我 比较迟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是我的第一叛逆期 我爸妈他也是都是在学校里面上班 所以说都是教育四家可以这么说 然后他们就一直说 哎呀 当老师好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都给我安排的很好嘛 然后我很少跟爸妈 就是反抗爸妈可以这么说 可以就工作了 比较是乖孩子 哦明白了 就是自己一直是乖孩子 然后一旦大学毕业了 然后还没开始工作呢 那时候是实习期 大学实习期 然后翅膀硬了 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主了 就想有想法了 那时候就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可能宽在一个框架里面 然后就就重复着老一辈子那种的到 你是福建哪里 福州还是福清 福清 福清是不是出国的人特别多 对 对你有影响是不是 你的同学也没有多大影响 其实那时候就想着 哎呀 不管去哪儿 就想出去 对 就翅膀硬了 就想要展翅 高飞那种感觉 那可是那你学师范 你上了大学 那时候学的是英语 肯定的啦 高考考的英语嘛 对吧 对 对 那一般的孩子出来留学都会去英联邦国家 因为没有语言的问题 你为什么选择瑞士 因为瑞士官方语言没有英语 瑞士特小众 因为我父母亲觉得瑞士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家 那你还是听父母的 对 那时候因为没有选择地域地 父母亲同意的话 就只能选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 觉得英联邦国家有点乱 美国乱 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无所谓 我只要能出去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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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